案例呢 最主要就是60余岁的男性 有B型肝炎及糖尿病的病史 无出国旅游史 亦非确诊病患之密切接触者 2月3日因呼吸急促赴医院就医 当日收入于负压 加护病房治疗 个案于2月15日晚间 因肺炎合并败血症死亡 全台首例武汉肺炎死亡案例 61岁男性白排计程车司机 1月27号出现咳嗽症状 2月3号住院 但因为没有旅游史 当时不在武汉肺炎裁检范围 只将它认定为肺炎 看到就是说新加坡 有很多的一个个案 大概将近有50% 没有旅游史 我们就针对全国医疗院所通报 是一位白排的计程车的司机 他主要的客户都是去有中港澳旅游史的 2月3号他开始就住院 那住在加护病房里面 所以相关的一个隔绝 跟一些交叉感染的防护 也都做得很好 接触的医护人员 60位裁检都呈阴性 受住第一道医院防线 但同住的家人 有一人裁检后确诊武汉肺炎 成国内第20例 61岁死亡个案 没有旅游史 就怕社区感染风险已经窜身 要针对他的接触对象和通联 全面清查 3系列领域哲先说明 A3小组台北报道